想得却不可得 你难人生何 他的歌声响起 你就忍不住和往事瞎扯 2016年台北演唱会上 梦醒时分的李宗盛为别人唱着给自己的歌 是不能原谅 却无法阻挡 恨意在夜里翻墙 是空空荡荡 却汪汪着想 演唱结束后 他将话筒放回卖家 对在场歌迷鞠躬道谢后转身离场 然后乐手相继悄然退场 曲中收播当心话 似嫌一生如烈波 东传西方悄无言 伪见江心 求月白 入行四十余年 李宗盛本居神坛 他是乐坛里的大哥 也是词曲界的鼻祖 随便一个作品就能自成诗篇 他的歌在心里埋藏了 磨平了 几年了仍有余味 有人说李宗盛能成大师 主要是耐得住寂寞 假的 寂寞难耐就是他的真诚告白 人家靠的是天赋 有人说他为新小七写的永故写了两年 假的 新小七是他挖到混石的 但歌是早就写好 也没确定给谁 新小七报道后 李宗盛把这篇存稿给了他 说试试吧 不太容易火 录音时新小七在录音时哭到不能自已 这何尝不是一种灵魂 让他把自己看清楚 而如果他当时知道这首不容易火的歌 会在未来的三十年中火石不灭 他是不是会哭得更凶 这首歌让他成名也让他落泪 可他并不是那个特别的 因为被李宗盛弄哭的女人数不过来 所以坊间盛传一句评价 最懂女人李宗盛 听闻此言老李宝记得一脸含笑开始谦虚 说自己哪是懂女人 不过是知道他们想听什么罢了 世间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且反而赛之人 他都能洞悉这种特殊生物想听什么 还说不懂 他就是知难爱外表下的动望 和写歌一样 这是一种天赋 李宗盛的哪首歌诉说了属于你的故事呢